修行基础靠人格 修行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自己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善良 变得越来越可爱 让大家都喜欢你 让大家对你越来越好 而不是变得越来越自私 只为自己求 这种不是修行人 师父用通俗易懂的白化佛法 善巧方便之法 让大家明白因果做好人 懂善友善报 恶友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不要等到受报了 再来求菩萨 这是临时报佛教 不能把修行当成求自己福报的一种手段 如果求菩萨是为了让自己更好 我的更舒服 这不是修行 这不是修行 修行是让自己吃苦 放下 人间一切不可得 不要这么承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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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自私 自私 自私的人到哪里都不会受到别人的欢迎 你在单位里自私 总是说自己的事情 总是说自己的事情 别人就嫌弃你 自私的人到哪里都遭人唾弃 修行 修行就是一种决心 修行就是 我要改变自己 让人家看我是个好人 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人的嫉妒心 自私心 都是天生带来的 好好修行 来完善人格 现代人 做人都没有人格 没有底线的 为了赚钱 什么都做 有些心同修 对佛法一点都不了解 师父要耐心做出解释 不容易 度人很难 修行很难 要有坚强的意志 成菩萨 成佛 不是嘴上讲的 真的 要付出的 你要做个好人 就要做好事 而且 你必须每天做好事 时间长了 你才是一个好人 你每天不做好事 哪会成为好人 完善人格 学佛法 利益无穷 度众生 心系他人 人格高 只为自己 不算好 伤害别人 伤自己 最后伤害 是自己 自私之人 遭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